觀察市場行為、品味、獨貨變化、大刀之險、財富財免 大家好,歡迎來到這一頻道 進行推出一個服務叫做全自動量化更單系統 如果你進行交易不順利,一再可以損你的打算 不妨考慮一下,做一些風險配置、控管、穩定的收益 自動更單打什麼意思 就是你不用自己下單 它可以自動設置你的槓桿率、倍率 自動可以跟隨 昨天是這樣的情況,我們分享一下 也是可以教育一下 空單原本是一串打損了 打損空單,後續價格在跌破了之後 跌破回席的位置,再度做空 這位置又空了大概幾十單吧 後續是整串盈利 整體來說的話 先打損,後盈利,這樣的過程 基本上是什麼意思 一句話總結 交易有輸有盈,長期維持盈利才是王道 必須有止損 沒有止損與自殺無益 所以如果你看很多帶來 100%勝率 95%勝率 都是扛出來的 都是馬力背頭 基本上我們都是有風險控制的 安心是不用 穩定收益 如果你想跟單,你學習交易的話 請你點擊我影片下面的連結 這裡 量化交易跟單服務 私信我了解 近期呢 你需要怎麼說 用我的連結碼 註冊一個bitget帳號 你才能跟單 同時呢 你註冊完帳號 最高起來有8000美金證益優惠 其實非常圈王最強大的 打開 看一下 這裡 有個急劇表 你入境達一定的門檻會受你震驚 這樣子 更細節的部分在下面 自己看 我們看一下盤面 目前位置 以太榜 目前來講我們先把均線刪除 先簡單闡述一下 昨天呢 它這邊是一個明確的支撐位 畫一下 非常明確的支撐位 這邊 然後我們回放 一根印住 突然跌破 這邊 支撐 支撐 跌破 先收回 支撐 1 2 3 4 5 6 7 15分钟級別 它撐了7次 一次跌破 這邊它跌破 我們這邊自動偵測 直接下單 空了 後續引力 所以這種單子 順勢單還是非常好做的 很充分 跌破空 跌破 回踩 再空 這邏輯都一樣的 這邊你看 回彈回側 然後繼續跌 所以這邊它蠻明確的 就是跌破 回踩繼續跌 跌破 回踩 然後再下跌 好 我們先繼續走 到當前的盤面位置 目前來說的話 盤面位置應該怎麼解讀 以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目前來講 下跌的幅度 其實我認為並不強 並不強 好 非常明顯 跌破之後 我們看大級別量的 1小時級別 跌破的量 這是Coinbase量的 Coinbase 跌破 有量 後續再跌 有量 但是你看 明顯空頭在衰竭了 但多頭更弱 多頭是更弱的 多頭更弱 但整體的空頭是在衰減的 而且它延續距離並不遠 你看 它延續距離 跌破之後你看 目前也就延續多遠了 從頸線看來算的話 頸線延續了 大概2.3個點 2.3%左右 大概是36個點 36個點左右 這樣下跌 所以整體它的延續力 其實目前是沒有非常強 不是那樣強的 但當然如果說價格要再次 站回 我們剛剛講過的支撐以上 原支撐變為阻力 好疑問 好疑問 把它標起來 原支撐變為阻力 目前講的話 如果回側阻力 一樣可以做短空 你的止损可以帶在 櫻柱最高價 大概是1563位置 上方POC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畫上方這整個結構 上方是有結構 上方是有一個下方明確支撐位 上方的高點逐步降低過程的一個結構 這個結構它講像什麼 對不對 我們畫一下 這整個結構它的一個換手中樞 是在哪裡 我們畫一下 換手中樞是在 也就是1552的位置 1553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 1553的位置 它就是POC標起來 所以這個價格 如果說我們後續 要做大級別的下跌 它價格勢必也要有一個 比如說我們這邊 我們大概畫一下 簡單簡易畫一下 不要 好 比如說這樣畫一下 下跌 下跌 然後直跌了 直跌了 然後怎樣 再測試 測試完之後 高點在這邊盤整 盤整 盤完之後 再跌 或者說它這邊破了前高之後 破了前高 再打下來 再打下來 然後構成其他其他結構 比如頭肩頂 結構再下去 才有機會 就需要這些結構 才有機會構成更大級別下跌 以目前來說的話 這個結構我來說 太難保了 你看 這裡的拉伸 這是什麼級別 暴力拉伸這麼多 你看這個下跌 你覺得能延續多遠嗎 我是不認為這個能夠扭轉 這是整段上漲的 大概率如果要下跌 它也要做個頭部 做完之後才能跌 才能做更大的級別下跌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地方 以我之見 這個地方 目前來說 目前來講 等待價格回撤上方 再做比較大級別的空端布局 回撤之後 高點 這裡是一個高位 高位 藍色位置 高位降低 然後下跌又再破前低 比如說這邊 這邊構成一個前低 比如說我們這邊構成一個前低位置 就這樣子 前低位置 然後回撤之後 回撤上去 但做成頭部 高點降低 高點雙頂 然後跌破 然後怎樣 頭部結構 暴跌 這樣下去了 以目前來說 這個結構來說 第一個 下跌延續力 這裡 不足 OK 非常不足 非常非常的疲軟 空頭的延續力非常不足 所以大概率價格是會相當回撤的 回撤的位置至少 至少也是抓在1550 152左右 回撤上方整個籌碼區的一個中樞 地帶 如果說價格 最後沒有去上坡1594 那麼最終有機會構成雙頂 對不對 那如果說價格怎樣 價格如果回撤之後 再一坡前高 破上去 多頭延續 多頭延續 以目前來說的話 短期以下方 一樣是看多為主 所以短期呢 如果要做空 盡量等待至少也會回撤到 POC 1552位置以上 再考慮做比較大級別空單佈局 那個止損會帶在 做到價碼1594 很清晰很明瞭 那我們講一下 以目前情況來說的話 我們看一下 推動級別 那我們現在有共識 目前來講多頭還沒有完結 上方這個地方是有一個比較大的結構 這裡是有結構 一個結構 然後跌破 如果說我們下方 下方這邊構成另外一個結構 這裡構成另外一個盤整結構 才有機會 這邊盤整 沒有盤整 然後止跌了 構成一個結構 整理區 然後怎樣 啪 上破 才有機會長 OK同意思吧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個人認為 這裡做多也不用太著急 可以等待這邊構出 構組一個結構 至少跟上面比較對等一點 上方一個結構是這樣子 這樣子 稍微對等一些 我們再去做結構就可以了 所以接多呢 如果你要左側接 左側接 比如說你接在 我們假設 價格到1480 1485 那你的止损會在 1446 前進位置 這位置 你會把你的止损在這位置 懂吧 這是相當好的參考點 所以目前講的話 做多 回落 估計還是有可以參考的位置 我們看一下 所以我們了解一下 構成結構 或者說如果你要做多的話 你要怎麼做 我們來講一下 做多的話 我們看一下參考的 推動級別 看一下15分鐘 這裡來說 我們看一下前期的拉伸結構 它是有什麼結構做推動的 15分鐘級別 踩3倍通道 好 那麼看一下 10分鐘線 10分鐘線的話 這邊踩3倍 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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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踩雙倍通道 單倍 10分鐘的單倍 雙倍 或是15分鐘的 看一下 也是單雙倍 OK 接近雙倍 接近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個人會抓 做推動的話 目前講的話 這個位置是相當好的一個布局位置 也是這個 大概是這個位置吧 就是我們抓15分鐘 雙倍通道線 也是大概是個1490左右 如果到的話 是一個相當好的做多機會 做多的話 那你如果抓損一比 我們參考一下 如果你做這個順勢多單 做左支單的話 假設入闖道 讓你的止損放在前滴這個位置 指引你抓到上方 大概1比1.5還是可以的 那如果它延續的話 那直接就1比 直接拿上去 直接拿到1比2以上 所以基本上 至少也是一個 1比1.42 1比1.4左右的損一比 所以相當不錯 所以假如有回落這附近的話 參考15分鐘級別的 雙倍通道線 雙倍線 如果你參考10分鐘級別 10分鐘的話 它可能會來到 有機會到1476 大概抓一下 我就抓大概是1480吧 所以主要的參考 Vegas通道 288 308的雙倍線 或是10分鐘級別的 56676的通道線 所以基本上是做參考 15分鐘級別的雙倍 或10分鐘的4倍 好不好 好 很清晰 基本上回落一樣 以接多為主 那如果它價格 直接回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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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接空 接一次空單 然後直接拿下來 這樣子 OK 也是抓一筆小福音利吧 好 所以整體實際上做一個解讀 那麼希望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講下比特幣 比特幣目前來講的位置的話 帶過 帶過一下 整體我們需要了解有一個危險性 就是說什麼 這裡的價格 它沒有延續很遠 注意 這裡我們看我們盤整了這麼久 看盤整這麼久 這麼久 大家價格 上破 但沒有大幅拉伸 懂的是吧 上破的沒錯 對不對沒錯 但它並沒有直接爆拉 沒有爆拉 而是怎樣 直接又踩回來 又踩破原本的小高點 所以它接下來 是不是有可能 做測試嗎 往上走 做震盪 震盪上行 之類的 但是整體來說 它明顯 它並不是一個強勢結構 你需要了解 它並不是一個強勢結構 它是一個非常弱勢結構 尤其你看 我們今天整理多久 已經整理了 你看有多久 我算一下 從我們開始整理到突破 有42天 我看一下 大概40天 大概40天 這麼久的盤整 上破 結果還是沒什麼力 你就知道多多弱 有多弱 非常弱 非常弱 如果說你要參考做空點 可以參考4小時的雙倍 你這個位置 大概是21,500左右 或者說你參考6小時的通道線 我看一下 大概在比較遠 還要再考慮 所以以目前來說的話 這邊短期 短期是有預主的跡象 而且是比較弱的 同時它怎麼樣 它是回撤了我們這邊的這個 什麼東西 618 看 自己看 打到 21012 精準下跌 看 所以我們需要注意 618架位 它是否有一個 預主的跡象 扮演關鍵 這裡 可能會是做長線左側的 一個布局的位置 整體的這個位置 等待回撤 再去做空 基本上這個位置 不信直接追 因為這整個下方的結構 是相當大的 它即便是要跌破 然後它勢必在高位這邊也是要做出對應 至少一個整理區 一個藍色整理區 對應下面的整理區 然後做一個 假路破 這個位置 整理夠久之後 夠久之後 然後怎樣 怕跌破 才能構成暴跌 以目前來說 還超出過級 等回撤就可以了 可以對標這種走勢 我們看一下 對標我們之前在488走勢 你看 這邊也是一個類似斗式 你看這邊它是一個盤整的 也是相當相當久 看這邊它是盤整了多久 你看 盤整了有 多久 看 相當久 我們看一下 這裡是一個明確的結構 明確結構 到突破 上方這邊也構成一個 構築一個雙頂 雙頂構築之後 它才下跌 所以我們可以關注這個地方 它這邊突破之後 突破 回踩 再彈 再後先低 踩延續下跌 踩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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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 當前的走勢來講 當起來講 基本上也是可以等待這邊 如果說你要做比較大級的空單 可以等待這個位置做一些 比較明確的結構 出現之後 這邊大概會反彈 反彈上去 出現之後 或是說出現其他結構之後 之後 再度下跌 再考慮做空 懂意思吧 應該非常清晰 大家了解 很清楚 這支影片 更吸附交易內容 手動報單 分析內容 還有我們的自動電話交易 更單服務 還有我們指標 全部都在我們社區 非常完善 非常完備 都是免費的 如果想有興趣 一起跟他一起學習 一起盈利 一起賺錢 一起做學習動作的話 請加入社區 點進去下方 這邊就可以了 Discord社區 或者私訊我 了解服務 好 按個讚吧 我們下期客人見 拜拜